為什麼椅子口氣 我拿椅子口氣 怎麼椅子口氣嘛 那你吃飯的時候我能不能說你吃飯跟豬吃東西一樣 那個豬也是張嘴吃東西啊 終於有好一點的position了 欸 選廢角 打野鳥鳥 不想玩是不是 不想玩我選人馬啦 大家都別贏啊 掉爽眉了 掉爽眉了 怎麼又是這個人 又是這個來送的 唉 點這個傑西 只要我選蠻王他沒得贏啊 昨天好像也是這樣 結果被逆轉 玩不了人馬 人馬打不贏他 玩個別的吧 昨天選蠻王被傑西逆轉 不太爽 換一隻也很好打他的 小丑 按你說啊 我掛個環 鳥人衝上來 傑西沒得玩了 只是鳥人有可能被小丑弄爆 小丑弄爆 冰都不要吃 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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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不錯喔 去我扭的位置 那其實就知道他的水平不怎麼樣 但我們是狗頭人 前面先給他囂張一下 那是應該的 我們不知道在上上角 刷吧 我們要來的一隻 主要才能吃雷賽 唉?這什麼水平? 不知道 聖虧會有什麼正常 聖虧還會有什麼正常 沒大人啦 沒大人是玩法 不習慣不大吼大叫的 你讓我覺得今天暢然若失 我平常有大吼大叫的嗎? 我不是一直以來都是 內向文靜的那種人嗎? 哈哈哈哈 你好幽默 謝謝小明星 謝謝小朋友 我們試著看看能不能叫大家聲音 內向文靜 我要聽 真的啊 我本來就有內向文靜 但這只有沒有什麼轉捏點 我通常不會隨便大吼大叫吧 我通常都是看到了什麼才會大吼大叫 一定是看到了什麼 客廚的東西 值得大吼大叫的東西 我們才會大吼大叫 平常我是非常內向的 要有人幫我們打開通道 通道打開就跟開啟Zone一樣 你知道嗎?Zone 然後我就開始進入一個興奮模式 女鬼橋不是都不夠了嗎? 不想玩啊 你就每天看了 我第一部女鬼橋17萬點月 第二部12萬 第三部只有8萬 我還要做第四部嗎? 第四部剩多少?5萬嗎? 這時候我就會大吼大叫 因為有大吼大叫的點啊 對不對 我們要拿到大吼大叫的點啊 要不然我怎麼會隨意大叫 欸 我有藍buff欸 有藍buff喔 有死有終喔 欸 我有想過要不要有死有終 可是我覺得那個恐怖遊戲 玩的不是很開心啊 玩的有點壓抑 你們懂那感覺嗎? 絕對不是我怕 就是不是很想玩的 欸 沒磨還在那邊亂 真的咒死你我跟你們講啊 說你可以嗎? 是不是做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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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了 不要 是不是做小手? 沒有 小手在下路啊 靠北 我在這邊騙 再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在這傻逼 哈哈哈哈哈哈 沒玩 我正好點燃沒地方用的 我正在想著 我想要TP回來 可是地址有個點燃卡在那邊怎麼辦 哇 這個人人他媽真話 我等下就可以TP回來了 等一下 對吧 對面 全部都是坦克 都不好是出這樣 你們通通都別玩 真的 你們全部人都是AD 這個也是吃公術的啊 所以我出個兵器也可以啊 我等等再補幾個防裝 你們通通都別玩 狗頭可以出兵權吧 出兵權的話 那個有韌性 韌性比較高 TP他沒推薦啊 他沒推薦啊 他沒推薦我們就要TP了 唉呀 忘記跟動物講 不用水滴了 等一下再出來 不急啊 有時候很多隻當然不能確定啊 我們只能說大概率 不能說確定啊 沒有確定的啊 如果要我給成功 我一定不了 沒有確定這種事啊 鳥鳥反應 鳥鳥後期會變廢物啊 這把最麻煩的就是這個鳥鳥 這個已經三個頭了 一直在上班不打啊 沒有什麼好吃啊 我就不是能支援的角色了 所以差距如此之大 但不知道能不能贏下這把 每次玩狗頭人的時候 都知道史丹莉這條線贏便了 但遊戲不見得能贏 急速農程 靠杯 我連躲都不想躲 200D而已啊 可悲 你們說三個字啊 超級可悲 超級可悲啊 傑西 你別急啊 等我有鬼步 我就送你下去啦 跳我 超級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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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這場啊 他應該要放生上路的啊 他不能來幫這個上路啊 因為幫他自己爆炸而已啊 我就無敵了 我們這裝備這麼針對 單物理仔跟白癡一樣 直接放生上路就對了 反正狗頭的滿裝也不會carry 好 好疼喔 啊 啊 沒塔咯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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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 小明依剛剛說我眼神死呢 我沒有平常的活力呢 那是因為 喂 在我進這個game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這把贏定了 我一定會屌打上路 在我內心深處 我完全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我堅信不已 所以我覺得有點無聊 你們懂嗎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出口時間吧 不要被封針 為什麼以止口氣 我拿以止口氣 誰以止口氣的 什麼以止口氣嘛 那你吃飯的時候 我能不能說你吃飯跟豬吃東西一樣 那個豬也是張嘴吃東西啊 那我能不能說你跟豬一樣 這就是什麼血以止口氣 這很奇妙 噔 噔 呀 對面能不能打一點啊 英雄無用武之地啊 能不能強一點對面 拜託了 球球了 呀 死光了 怎麼玩啊 玩不到遊戲啦 是不是選狗頭人太殘忍了 別搶別搶 我的12層 別搶 這兵權不用CD喔 是不是改過 以前要CD啦 以前他跟傻耀劍共CD 現在不用CD了 欸欸欸欸 他還是有CD 這應該怎麼不點啊 真無可戀局 怎麼還不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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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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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你們都出暴擊 藍盾制裁 好可悲啊對面 你們這群物理仔真的可悲 我等一下最後一張補點魔防就行了 你看這酷奇打了我全部的傷害 因為他有一點AP傷害 哎呀就說這個進遊戲就知道贏定的局 都是酷奇啊 酷奇打我很痛啊 我沒有魔防啊 酷奇打了我2700滴啊 要不玩我才不會死啊 怎麼這麼可悲 這邊怎麼這麼可悲 生無可憐 這裡沒事啊你看很多時候就遇到這種局 囉我說啦英雄聯盟呢 的積分模式呢就是每三把 你才玩得到一把 有一把你是躺著輸 有一把你是躺著贏 然後第三把呢 你才能真正的打個激烈的會戰 來個激烈的碰撞 什麼久違臭屁環節 我每天都在臭屁 你要是那是臭屁 我每天都在臭屁 我昨天也在臭屁啊 我昨天不是 靠北我昨天有嗎 這把行在苦 不是在臭屁 內下文件我要聽 真的啊我本來就有內下文件啊 我通常都是看到了什麼 才會大好大家 一定是看到了什麼 特殊的東西 值得大好大家的東西 我們才會大好大家 要有人幫我們打開那個通道 然後我就會開始進入激烈模式 激烈模式 來這啥屁 超級可悲 不可